第十一楼的孙琪 第十一楼的孙琪 第十一楼的孙琪的配偶 傅江 兄弟三人各执己见 而洪野则像一股清流 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书 此时 傅江出现了 他假装关心了下三兄弟 便立马把注意力 转移到了洪野身上 他甚至邀请洪野 去房间打牌 好不好嘛 告诉我 钢铁直男洪野 拒绝了傅江的盛情邀请 三兄弟安慰傅江 我倒觉得他挺可爱的呀 自从那天之后 傅江千方百计地 与洪野凑近乎 还每晚都来敲洪野的房门 对自己有深刻认知的洪野 充耳不闻 又矮又丑 还当舔狗 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不久后 嫉妒他的哥哥们 把他锁进了地下室 傅江依然没有放弃攻略洪野 洪野 你的哥哥们真过分 你知道吗 他们都想把我占为己有 可是我爱的人只有你 面对傅江的温情告白 洪野依然如钢铁般正直 傅江终于失去了耐心 露出了真面目 嘲讽了一顿洪野 离开了 而哥哥们 自从把洪野关起来后 就没给他送过饭 鸡肠碌碌的他 每晚都能听到哥哥们的争吵声 突然有一天 长子给他开门了 条件是 让洪野帮忙处理掉某样东西 而那样东西 便是被分尸的傅江 于是 洪野驱车去埋尸 他找了很久 也没找到合适的抛尸地点 此时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后车箱似乎传来了异响 洪野回头一看 傅江的头露出来了 吓了一跳的他赶紧安慰自己 肯定是车子太颠簸的缘故 可是 他总感觉 傅江在盯着他 他哭起勇气再次回头 发现傅江的手 正朝他伸来 惊吓过度的他 没有注意车子开歪了 他一头撞到了树上 等回过神来 傅江已经紧紧地抓住了洪野 洪野怎么也甩不开 慌乱中他拿起铲子 一铲子下去 傅江的手指断了 睁开束缚的洪野 头也不回地逃了 他在山里躲了两夜 终于受不了 跑下山吃饭 可没想到警察正在通缉他 洪野只能再次躲回山里 在一个洞穴里站住 刚躺下休息的他 从口袋里 摸出了四根断纸 他赶紧把断纸扔进篝火里烧了 之后的一个月 洪野一直靠偷农家食物为生 但有一次 洪野不小心被发现了 逃跑时 他被割伤了脚 深夜 脚太疼失眠的洪野 听到山洞土堆里 传来稀稀苏苏的声音 他用沙子埋垃圾的地方 竟然长出了四个长发的少女 你们 是谁 面目猙獰 还未成行的四个少女 死死地盯着洪野 他们责怪洪野 差点就把他们烧死 他们 便是洪野之前烧掉的四根手指 其中 小指被烧得最为严重 他被另外三指拽着头发 按在沙里摩擦 他们 似乎很喜欢欺负最弱小的小指 洪野万万没想到 手指竟然成精了 他突然意识到 这些手指的脸部轮廓 和那个叫傅江的女人 一模一样 伤口晃能的洪野 哪里都没有去 他因为发烧 只能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 同时 他还要接受三根手指的嘲讽 看到你这样 我心情真好 烧伤程度最轻的食指 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中指和无名指 还需要多几天时间 而小指 一点都没有变 他被三人推丧嘲笑 你这个臭女 怪我呀 臭女 臭女 小指除了惨叫 无力反抗 洪野触境生情 稍糊涂的他 把小指护在了怀里 什么呢 你这个同情犯子 装什么好人 让这两丑八个 亲亲还我去吧 最终 小指以外的三姐妹 迅速成长为冰激雪夫的美人 他们陆续离开了洞穴 只剩下一时模糊的洪野 和丑陆的小指 红野 红野 终于 只剩我们两个人了呢 是啊 他们终于走了 你不用担心了 红野 我爱你 小指朴实乌花的告白 让红野内心一阵触动 他第一次坦率地面对自己的感情 我也爱你 小指 求你今后永远陪在我身边 小指狂妄地笑着 真有趣呢 原来你喜欢长这样的女人呢 怪不得 成功玩弄洪野真心的小指 眨眼间变美了 之后 他抛向命不久矣的洪野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富江 小指拼结束 对生活失去追求的红野 没有了追求欲望的动力 自然前妻不受富江的诱惑 而富江就喜欢征服一切 就像现实恋爱中的两性关系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被偏爱的 都有恃无恐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